哈喽大家好 我是俊阳兄 假期的第三天了 听说有些老弟要开学了 可喜可贺 可喜可贺呀 今天我们挑战一张非常漂亮 而且简单的跑酷地图 你们可以玩一下的 那么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跑酷吧 这张图的不仅非常的简单 而且非常漂亮 你看 这种材质非常的绚丽 如果你身临其境来跑的话 就会感觉更加的漂亮 而且非常的简单 大家假期无聊的话可以来跑一下 非常的放松哦 早上起床或者是睡觉之前 可以跑一跑 美好的一天就这样开始或者结束了 哇 这光彩的运用太绚丽了吧 这个配色也是非常的好 让人看起来心情愉悦 第三关也马上就要结束了 耶 怎么样 是不是非常的漂亮 而且简单 咱们看看后边 哦 这是一个妞子跳 妞子跳很多老弟不会 来 这大佬教训们一下 先往外跳 然后送去W 失误再次难免 让我们开始调学吧 先往外跳 然后松开W按左键就过来了 再来一遍 往外跳 松开W按左 就过来了 是不是很简单 往外松开W往左 这里的关键就是松开W 就是跳的过程中不要按W 哇 好多的光柱 看得我眼花缭乱的 我知道了 这张图最难的地方就是光效无染 Nope 又完了 不会吧 不可能的 我不相信 怎么可能在这里就死那么多次呢 一定要过去 扔扔扔扔的 看好脚下的每一步 我感觉马上就要成功了 我感觉马上就要成功了 哎 最后一掉 耶 过来了 哇 这一关真的 你看看它这个东西好漂亮啊 是花吗 像剪纸一样 像盛开的雪莲 哦 这个有点难了 过来了 这一关也是非常的漂亮 像一个倒扣的酒杯 强烈建议带人来玩一玩 我相信你们会喜欢的 这一关也过了 非常简单 哎呀 吓死我了 差一点没过去 这一关是跳圆环 是不是好跳吗 哇 感觉有点难跳哎 呦 啊 果然很难跳 哎呦 过来了 这光环也太窄了 一定要小心 而且还需要一个极限跳 就非常的困难 一不留时间就会滑下去 还好 呃 过来了 哈哈 这一关有点难度呀 这是什么关系啊 我觉得这个会弹起来 不行 你看 这个弹的距离比较小 哦 怪 有点惊艳了 哎 上来了 这个东西还是很好跳的 光线绚烈的网子 它们的距离刚刚好 不是极限跳 所以说刚刚好 哎呀 这么多 这东西跳起来眼花呀 一不小心就会掉下去 哎 一定要小心 这个光效污染实在是太烦了 看着眼睛疼 哦 大家都懂的 最后一条定律嘛 总会出现的 总会出现的 吓死我了 下一关独木桥 该不会有滑冰效果吧 哦 还没有 那不太简单了 直接跑过去就行了 希望不要乱死我 极限跳 呦 哈哈 过来了 弹跳手雷 我过来喽 还要跳一个 呦 不小心失足了而已 失足少年 俊阳兄又站起来了 还有最后的两个了 不要搞我 不要搞我 哈哈 哦 火把 火炬 闪亮的火把 这个有点意思 这个很漂亮 特别是在这种 黑色的夜空中 闪闪发光 呦 这个 这个需要拗跳啊 OK 咱们来个 直角旋转跳 哈哈 过来了 这个有点困难 主要是它对空烟上的 不是平面的 所以说把握不好距离 呦 还有最后一跳 呀 哈哈 过来了 感觉咱们上到了二层呀 风格有了变化 而且感觉 难度也增加了不少 这个东西非常难跳的 呦 这个地方怎么跳不下来呀 还有这种奇观 我们跳到那个的时候 先停一下 就过去了 这也太惨了吧 我就像划过夜空的 一颗流星 诶 那是什么 再来 呦 哦 马上就要到了 诶 停一下 哈哈 你看这个 就是个机关 继续 希望不要再有机关了 呦呦 过关 呃 下一关 大方块 哎呀 还有空气动力装置 这次 这次次次次次 这种空间都最难跳了 根本就不知道怎么落脚 这要停一下 呦 又上来了 呦 成功 最后一跳 哈哈 这又是什么机关 是妞子跳吗 不像啊 看一下 又是妞子跳 这次一次过关吧 来 丑陋的荧幕重新上演 气死我了 还好就一个女友子跳 哎 这个是怎么跳过去啊 这边 哦 我知道了 是在这边 这边凸出来一块 一个轻轻的女友子跳 就过来了 这边也是 直接跳上来 哈哈 过来了 这关是剧毒陷阱 这个太好躲了吧 只需要在这儿 然后端一下就可以了 它就打不到你 你看 太简单了 下一关是第一次 这个更简单了 直接可以跑过去的 给大家演示一下 咦 抓不到我 只要我跑得够快 第一次就抓不到我 哈哈 勾爪 看来这几关就是让我们爽一下了 我无话可说了 太丢人了 这个只要对准就可以拉过去 简直不要太简单 算死 我还是死了 唉 其实 这个是极限跳第四 我已经很熟了 唉 极限跳 嗯 勾引一下第四 完美 又是一个极限跳 好 OK 这是一个 跳小车 太简单了吧 这里有第四走一下 嗯 OK 加速跑第四 简单 还有滑冰效果 哦 这是下一关了 Let's go 哇 叽叽zoom 我们终于结束了 跑完了这张图 这张图非常的漂亮 也非常的简单 基本适合所有人来跑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了 拜拜 by b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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